汽車騎乘在道路上 突然從後座噴飛一大碟鈔票 百鈔千鈔漫天飛舞 不過騎士並沒有察覺 台中警方接過通報 北屯區崇德路青海路口 有大量現金四散一地 隨機到場減十鈔票 第一時間發現民眾手裡 握著厚厚的一碟鈔票 就這樣子沿著道路一路減 等待警方來處理這筆巨款 現金散落在地上 巡邏警網立刻趕往現場 將散落支鈔票實行 並代盤所清點 調約監視器發現 信儀外送員掉落 立刻通知其自助領取 王信男子到派出所之後 提供機車後方的行車記錄器 並表示那是自己早上 從市場賺來的錢 想要趕快把錢存進銀行 然後去外送 沒想到闖了紅燈又掉了錢 提供支車輛密錄器後方角度 發現可能有違規情勢 但密錄器並未有車牌資料 亦無其他民眾檢舉 不可僅此更定 不過歧視違規闖紅燈的行為 因為警方沒有接獲民眾檢舉 沒有辦法透過影像來告發 他幸運撿回了錢 又逃過一張罰單